第七百二十六集 都没有办法 那看来只有靠人海淹死它了 无视之剑说 问题是人海有它的移动速度吗 云中目的说 需要暗中进行大范围包围 然后直接收缩 你流而上说 换而言之是需要在它发现我们之前 首先掌握到它的动静 一片沉默 出去的人有没有什么发现 没有 有个屁呀 私家行会各举一门监视动静 为了看得清楚 甚至不惜投入兵力 加入那些无组织 无功效的工程活动 现在已经出现了破怪子破刷的行会 觉得工程反应是没结果 赶紧死完二十五次拉倒 到最后有多少积分算多少积分 只当是潇洒走一回 又是一阵沉默后 黑色食指突然跳了起来 有情况了 什么 其他三人连忙望向他 东城门千里最出现了 黑色食指说 然后呢 击杀了行会云中漫步的会长 云天 闪人 黑色食指其实自己情报也没读完 看完这里 他自己也傻了 云中漫步 那也是家五级行会 规模不小啊 云中目的一说 会长云天我认识 我问问 你留而上说道 云天这会儿正在复活营地里 十分委屈 云天是个姑娘 把行会领导到五级着实不易 行会气氛和谐 亲如一家 平时老老实实游戏 如今规规矩矩打成战 千里一对这个煞星 现在大家谈之色变 但云天没想到会落到自己头上 结果 硬生生就赶上了 混战当中 一个黑色身影突然闪落自己身边 云天都没搞清楚是什么状况 就被捅了若干剑 然后旁边一人喊着够了够了 接着是一堆法术落到自己头上 云天就这么去了 临去前看得清楚 自己身边出来的人 黑色发袍紫色常见 发型很恶心 这就是千里一对吗 云天是带着这样的念头 在复活营地重生的 但女孩子很细心 刚一重生 就发现系统提示 你死了 你遭到一次荣誉击杀 云天大为惊讶 这则好像不久之前 刚刚发生在 沐云行会会长云中木敌身上 而他的下场是罚停 二十分钟 云天试着朝复活营地外一走 果然也是系统提示 二十分钟罚停 云天之前刚刚死过五次 二十分钟罚停很显然 荣誉击杀带来的是十五次死亡 这个云中木敌没能测试出来的数据 云天给测出来了 云天哭了 虽然他也明白 这大概就是系统设定的什么任务 对方也是完成守城方职责 但是就是觉得很委屈 而云中漫步 行会里此时也沸腾了 会长刚刚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被击杀的 一切发生得太快 他们甚至没来得及反应 等人呼叫牧师时 会长已经被挂 又正好死亡复活的行会成员 看到云天在复活营地里哭泣 把这消息告知众人 群情激愤 狠狠痛骂了千里一罪 不是东西 杀人不眨眼 冷酷无情 恶心发行 说明此人品味也很差劲 顾飞是一路打着喷嚏 和火球闪人 火球后面不停地恭维 罪个干得漂亮 顾飞有些不满 回望着火球 你故意的吧 啊什么 火球装傻 令个姑娘会长 那能啊 成熟小和 那你一眼就能认出目标 大概是直觉吧 你个混账 顾飞拔剑 去砍火球 这小子居然敢借着自己的手 去调戏姑娘 还好自己够正直 严肃认真地把姑娘砍死 不然谁知道这小子要怎么折腾了 哎 罪哥 我下次不敢了 火球被顾飞砍得兔子样飞奔 云天被挂 逆流而上 此时问到了情况 面色沉重地对众人说 出手的是千里一罪 另外还有一个助力 云墨 情况和你预袭好像比较类似啊 云中目提脑海中浮现了两个身影 一个顶着恶心的发型 另外一个满地打滚下剑之急 云天被罚停了二十分钟 不过他之前死亡次数是五次整 这意味着 荣誉击杀带来的是十五次死亡次数 在座的没有人超过十次吧 一流而上说道 我十次了 黑色食指脸色变了 死亡十次 意味着再被荣誉击杀一次 就满二十五了 直接出局 怎么都死这么多次啊 真是太不知道爱惜自己了 无视之见大为感慨 他也是战士 但死亡次数就没有云中目的 和黑色食指那么风光 事实上 他是因祸得福 一早就被千里一罪给盯上后 让他一直没对放松过自己的保护 而云中目的和黑色食指 在之前并不知道死亡有上线的情况 都认真的做着表率 有时在挺身而出 牺牲自己保护一下兄弟 死得豪迈了点 此时无视之剑装逼 再加点嘲讽 引来俩人一通的白眼 此时也没工夫和他斗嘴 云中目的之前八次 加了这十五次 还差两次出局 黑色食指基础打得好 直接一个荣誉击杀就出局了 虽然之前各带一百人 大家都觉得守护足够周全 但此时忽然觉得有点紧张了 别太紧张 或许这个荣誉击杀根本不算次数 只有二十分钟罚停呢 无视之见总算是还有点人性 非常合理的分析角度 进行了一下安慰 逆流而上叹了口气 因为他接下来要宣布的消息 在此时就觉得有些不人道了 刚刚收到消息 航务会莫竹轮回会长 黑夜被荣誉击杀 结果是直接退出了城战 逆流而上说 什么 刚被安慰心情烧好的云中目的 和黑色食指立刻站起来 会不会是他刚刚好死到二十四次 无视之见 这是人性的有点体贴了 恐怕不是 你流而上同样认识黑夜 已经取得联系 黑夜同事这会儿正骂街呢 他之前死亡次数十三次 直接被杀出局 系统明确给予提示 而且与普通玩家阵亡不同 会长的阵亡 系统多加了一句信息 航会莫竹轮回 陷入群龙无首状态 这群龙无首一听啊 就知道不是什么好状态 航会现在士气 一边低迷 谴责的力气都没有了 据黑夜描述 他的死比云天干脆 不知哪里杀出一道刺杀 直接秒杀没二话 完成刺杀的人顺势就急行而去 前后过程不到五秒钟 除了职业是盗贼可以确定 其他一无所知 这是谁呀 见鬼 逆流而上说 我们之前任务时有过交手 有人报告过他的一个特别技能 和黑夜描述很像 威力也是十分强大的 靠 变态的不止千离罪啊 众人惊骇 哎等等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攻击的目标 怎么全成了这些小行会了 云中目的说 也不能说是小行会吧 云中漫步 墨竹重生规模 当然是比不了咱们 但也都是五级 在云端城也小有名气 如果数一数的话 我觉得大概都能够机身摆墙了 逆流而上说 那就是说 千离罪他们现在不准备对付我们了 目标全部换成了这些行会 无视之鉴说 那可真是太麻烦了 这些行会现在都是各自为战 也没有任何防范 云天和黑夜都是在和守城NPC混战中被击杀 自家人连反应都来不及 一流而上说 云中漫步 墨竹重生 下一家会是谁呢 众人惊骇 靠 醉生梦死的人都在哪里 会长真的神智不清 把自己弄丢了呀 我找不到 哎呀 西奥武此时在行会频道中咆哮 他自身挂着逆流而上的任务 没法消除 所以像顾飞一样 拉了个助手 找的是同是重生紫荆过来的柳夏 领的是行会 醉生梦死会长 神智不清 结果 这行会是任务流 没在战场上 行会成员四散着搜集任务 如此也不打什么旗帜 西奥武和柳夏两个犹如大海捞针 城外一圈又一圈什么都找不到 此外还有玉天神明 喜小天又搁云香 身上也是各挂任务 但这些人的实力 显然不能和以上三个变态相提并论 每人都需助理若干 其中玉天神明 心高气傲 一定认为自己也是变态级别的 坚持不要助手 要像剑鬼一样 单人行事 但他即使有技术 实在是没有顾飞剑鬼 或者西奥武那样爆炸的攻击力 现在已经不是随便被人一剑 爆头秒杀的岁月了 大家没有由得他任性 最后还是给他分配了人手 喜小天和他并成一组 承担两个刺杀任务 再带了洛洛烈烈六月的鱼 轻衣色姑娘配备 让玉天神明不舍得拒绝 而幼哥和云香则瓜分了剑男优七人众 各组了一个小队 就去寻找任务了 他们很清楚 他们的优势 敌人大多专注于攻城 无防备 只要找到目标 就可以轻松击杀 古飞和剑鬼两组 是比较走运的 目标行会挑着显眼的大旗 一眼让人寻找的目标 杀得干净痛快 其他小组目前都在痛苦的寻访目标中 而西洋五是最悲催的 与任务留行会 不集中于战场 不打旗帜 真不知道上哪儿去寻找 两家行会会长 遇伺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云端城八百来家行会 人人自危 都觉得有把刀子悬在了头顶上 先前看着千离醉把几个大行会折腾的人羊马翻 大家看着都偷着乐 现在回想起那情况 都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觉得好像很快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更可怕的是 噩耗还在不断地传来 即云天黑夜两位会长被杀 众人议论纷纷的时间里 又有三位五级行会会长先后被杀 和之前一样凶手得手后迅速离去 没有人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而这三次刺杀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三位会长没有像黑夜一样被彻底宣布死亡 城战迅速中断 原本在战场上望我厮杀的行会 纷纷撤离战线 谁也不想在这样一团混乱的局面下 不明不白地就被刺杀 事实上 大家倒也看得出来对方的目标只是会长 所以有一些行会 只是会长退下火线 会员们继续拨杀 而有一些会长觉得 只是自己躲起来很没面子 索性就带了全会退下来 本来没占什么优势的玩家军团 一下子又减少了投入 被系统卫兵打得一窥千里 战场很快荒凉下来 只见系统卫兵耀武扬威 玩家从复活营地冲出来再过来 直到身边 这些可怜巴巴的人手 都犹豫不决起来 没法打了 不少玩家纷纷找不值钱的东西摔 表达心中的愤慨 千里一罪必须除掉 有时之事表示 千里一罪不除 成战永无宁日啊 正说着又有消息传来 第五位会长阵亡 但这位走运程度可比黑色十指 他居然不是荣誉击杀 只是单死一次 所以没有一下死亡十五次的犀利惩罚 此时正在复活营地 感谢上天的眷顾 古飞也是人也会有失误 尤其对方本就是在战斗中 实在不太清楚生命的多少 这次伤害控制的不太准确 一时手中直接把人给打死了 这下他和火球的二人组事业 进行了停滞阶段 火球身上还挂着这人的任务 要完成还得找到复活营地去 但此时成战又一次进行停滞 大批玩家撤离战场 囤扎场外 古飞和火球俩人 也是在这行会撤离时寻找到机会 此时两人在战场平原上 显得特别眨眼 因为四下几乎已经没什么玩家了 想不到这么快就有影响了 有哥等人看着这一片空旷的战场 也都是目瞪口呆 大家完成一波任务 换来了追寻新目标史 天地间荒凉的只剩下他们了 还以为可以这么玩一会儿呢 雨天神明遗憾 好容易和几个姑娘一起组队任务 刚完成一个 下一个还没找到呢 敌人就撤了 目前美祖都击杀了一个 还算不错 见鬼给予好评 神志不清这混账在哪里啊 非常逆天的频道里 依然回荡着戏妖五的嚎叫 他至今还没有发现目标 先回城吧 我们现在好像有点显眼了 有哥建议 由于战场上没有混战局面 他们书名玩家在当间还是非常夺目的 嗯 大家先回城 见鬼一声令 众人纷纷回了城 只是西洋五和柳夏两个依然在外面漂泊 东城门众人聚首 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东城门外的复活营地 大批的会长也云集于此 商量如何对付千里一罪等人 在之前千里一罪只是折腾纵横四海时 所有人不想招惹是非 但现在发现 既然他们不招惹 千里一罪也会主动找上来 所有人都不想坐以待毙 荣誉击杀其实是这么一回事 四大行会抓住这机会 立刻进行了一番宣传 顿时各营地守备队长身前排起了长长队伍 所有玩家都来领取击杀千里一罪和见鬼二人的任务 只是领取完了任务以后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任务还没有给予坐标提示 好多人更是不认识千里一罪和见鬼 笛子按我在明 这种感觉实在是讨厌 大家也只能瞪大了眼睛盯着各处城门 一有人出来就精神紧张全神戒备 许久过去 所有人都很有威慈 这个家伙是谁呀 老师背个筐出来捡石头 故作轻松地好像嘲笑我们一样 谁知道啊 也许就是千里一罪乔装的吧 凡哪 你见过千里一罪吗 没有 你呢 也没有 听说黑衣子见 那他要是换了装备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到时候指哪到哪呗 议论声到处都是 只是没有个具体的方案 四大行会的会长看这样下去 绝不是个事 大家不攻城了 但千里一罪等人也不现身 难道就这样 全守在城外 跑这些恶心任务 八百多家行会 几十万的人啊 被几十个人吓得不敢攻城 这传出去 云端城不得被视作最没出息的 最垃圾的主城 玩者都是很有荣誉感的 这种结局谁都不能忍受 四大行会中 对酒当歌会长逆流而上 最终讲话 希望各行会团结起来 继续攻城 而保护会长的任务 可以交给他们四大行会的 四百军团来负责 逆流而上向各行会会长承诺 这四百人的军团 绝对是目前 云端城最精锐的一支团队 全由他们四大行会经营组成 一些小行会会长 想着在大行会 千把人都奈何不了千里一罪 自己如果真运气差撞上了 全会也不是对手 只能碰运气玩躲猫猫了 此时逆流而上 放出的这个消息 不少会长非常支持 纷纷前来报告 接受保护 逆流而上进一步扩大宣传 强调 集体接受保护 可以节约大量人手 这个自然是很有道理的 最终全云端城参加 城战的八百余家行会 约有百分之九十五的行会 决定接受逆流而上的建议 七百余名会长 纷纷向逆流而上等人 驻扎的地方去了 结果会长共计七百六十四人 而负责保护的人却只有四百人 当然 这四百人绝对是精英 而七百六十四名会长中 高手也有不少 菜鸟也有很多 一些三十来级的垃圾会长 也混在当间 逆流而上倒是一视同仁 全部接待 不过心下里 大家都觉得这些会长都来避难 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千里一队出手向来是不找第一手 会长聚会不是这一次 但这一次却比第一次要完整得多 此时云郊农场上 遍地都是会长 极其壮观 哎呀 咱光会长都这么多人了 凝聚起来也是一份力量了 你们说还有必要留四百人防护吗 无事之鉴说 当然有必要 你流而上道 这些可都是指挥别人的主 现在对在一起听人指挥 能不能打出什么配合 我很怀疑啊 况且 这全是按会长来的 不是按职业选的 好像没什么平衡 我刚才粗略地扫了一圈 会长里职业是牧师的积少 战士很多 哦 网友老手都很理解这种现象 有一个很经典的铁三角搭配组合 在网游界沿用多年 即使今日的平行世界 某些时刻 也是用这些模式和系统对敌的 这种战法目为基本组合的搭档中 担任MT的战士 是队伍生存的基本 这样的核心角色 很容易名正言顺地 就成为一个团队的老大 等成立了行会 很自然地就会成为会长 我希望你能够打招呼 我希望你能够打招呼